520总统就职典礼将在下周一登场 国军在今天上午6点钟 进行了第二次空中全兵力预演 还陆空三军各式战机飞越了总统府上空 让民众在正式展演之前 先一睹国军的风采 长18公尺 宽12公尺的巨幅国旗 用弃弩克运输直升机吊挂 连同两架黑鹰直升机组成国旗小队 飞越总统府上空震撼登场 紧跟在后的还有9架军机 分别为阿帕器直升机 超级眼镜蛇直升机 以及海军的反潜直升机 各三架边组成悬翼小队 跟着国旗小队引擎声响彻影响 接着还有空军的快速梯队 由F-16V战机 IDF经国战机 换向2000-5战机和国旗国造的 永英新式高轿机 应许组成5G编队飞往目标区 场面转观 而压轴是空军雷狐小队 5架AT-3教练机 从总统府后方西向东飞越 施放蓝白红三色彩烟 天空瞬间变得五彩缤纷 520总统就职典礼 下周一正式登场 国军在17号早上6点 进行第二次空中全兵力训练 持续和参演兵力全都比照15号练习 而19号则会进行合并大会预演 并进行最后一回全兵力预演 要在520当天展现最完美的演出 记得成为史文台北报道